其实从这个婚姻的原意来讲 最早的原意来讲 威廉王子这个是典型的非法婚姻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 我就研究古罗马风化史 贵族跟平民通婚 这头一个就是非法 在那个时候是 所以你知道他的婚姻 你跟你凑热闹 他是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内涵的 就是这种王室的这种婚姻 第一个是你绝不能够跟平民 这是古罗马 希腊罗马制西方文明的这一套起源 这是第一个违法 第二个违法 当时的这种贵族之间的婚姻 有一条 这次他们又违法了 就是那个凯特那边提出来 说我不服从你 这是不对的 那个时候 古罗马的时候 这个誓词最主要的 平民的男女还稍稍平等一点 尤其是贵族的 就一定要宣誓 我服从丈夫 从此我就是丈夫的私有 财产了 他是这样的一种让渡关系 我们需要报警 所以你看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为什么有意思 他是又老又新 从老的地方来讲 咱们在旁观着一个古老历史里 一次一次发生的这么一个事 所以从他们身上 我们就真的看到了一个女性的 就是地位的提升 第一就是 我不是真的要巴着你王子不放的 这中间分分合合 你这个威廉王子 你也是要下足苦功 你才可以把我追回去 第二 女性绝对不是服从 不是我嫁入皇室以后呢 我就没有我自己了 我还是有我自己的 而且你们也是因为我是平民 这个帮你们制造了一些 也不是制造 就是说 有些更加亲民 贴近民众的形象 其实女生这方面 是帮忙加分的 绝对不是说 可是我们要注意 他这个改变 他宣誓的细词 不是从他开始 三十年前就这样 三十年前代妃开始了 他就改变了 本来又是改说顺存老公 他就改了 他说我们互相配合等等 反而他这次其实都等于宾拉登 宾拉登有点像连续剧的一个结局 因为三十年前这样子 然后别忘记 戴安娜王妃那个悲剧 还有另外英国王师 整个婚姻是崩溃了 安妮公主离婚 没错 安德鲁王子离婚 居然几乎所有的王族 都离婚的时候 这两个家伙还敢结婚 你知道吗 那我们就会有特别的意义 你现在他爹 他叫我们娘都说不清楚 是吧 现在叉尔斯王子 跟那个卡米拉 什么关系呢 结婚了 结婚了 他们重新结婚 所以他其实还有几个兄弟 所以你放心文涛 你讲了犯法的问题 时代是进步的 他们以后也是犯法的 我们以后每个人的犯法 因为有人说 时代这样进步下去 以后会变成说 只要结婚 这是犯法 你看我们多少麻烦 都是因为有婚姻 对 只要没有婚姻 不准结婚的话 其实没有这种占有欲 没有独占 独占 每个人都想占有 不准你独占 OK 那就没问题